昨天台北股會大逃殺 加權指數重挫了596點 中廠收在13106點 尤其台積電就大跌了36.5元 國安基金喊話表示將會持續互盤 雙十連假過後台股開盤一路開地走地 一眼光過去全都綠油有一片 讓股民們的心情跟著盪到谷底 看看周二台股最終收盤 重挫596.25點 驚險守住13100點的整數關卡 不少電子股就成為這波台股走跌的重災區 像是有護國神山支撐的台積電 重挫36.5點 跌幅超過8% 差點跌破400元大關 其他類股包括集電股跌幅 就超過5.75% 另外像是金融股和塑化股 也有超過2%的跌幅 不止台股重挫 觀察雅股大盤行情 日經指數跌得更慘 大跌714.86點 韓國綜合跌了40.77點 香港恆生也大跌超過400點 只有上海綜合漲了5.96點 至於台股何時反彈轉強 有分析師表示 台股短期仍是震盪格局 建可觀察強勢美元何時轉變 美國公債10年期殖利率何時回落 才有利資金回流 新型市場帶動台股反彈 公視新聞由燕磁郭俊麟特別報導